父亲人生最后一里路 像是医疗器材将废弃物丢掉 政府对待我们的方式 给我们一辈子的伤痛 他希望政府可以承认错误 还给王者公平正义 承认错误 别说笑了 承认错误 只有别人错 蔡政府不可能错 蔡政府执政六年 他有哪一次承认错误的 因为那个火化的事件 家属现身痛恕 爸爸的尿布都还没有拖 针头还没有拔 就直接送去火化 他都感觉像是什么 你知道吗 像是医疗的废弃物被丢掉一样 整周死掉 卫副部长 撇说没有规定24小时内 要把他染疫者火化 这让医院殡葬业者跟家属 都非常的傻眼 他有看到一个留言 还蛮有感触的 是说这些染疫的往生者 为什么那么快要把他火化掉 我们都没有禁止餐厅内用 我们每天五万七万八万的 本土确诊 这代表什么 代表活体的确诊者在外面跑来跑去 我们都不怕了 我们为什么要怕一个 已经过世不会有呼吸的 确诊死亡者呢 你认同的打三好不好 我们卫福部他的防疫措施 就是你们全部都要 餐厅内用啊 去观光啊 住饭店 然后现在又放消息说 可能会可以去国外玩的啊 这些就是活体的确诊者 当然确诊者 要自己居家隔离 这是一回事 但是数据上就是每天都是七八万个人 本土确诊 那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有确诊者在一直 懒来懒去嘛 我们都没有去防护这些了 我们为什么要拍一个 过世躺在那边 甚至已经没有呼吸的 确诊王者呢 相较之下哪一个比较严重 你这样马上给人家火化掉 爸爸妈妈养你好几十年 要把他送走 不要让人家去做这个流程 那就马上烧掉 不烧掉这时候 自己还搞不清楚状况 就说到底是什么 有规定吗 没规定吗 人家问你就说 没有没有 我不知道 不知道就说 人家藏医师 制作主张 现在聊过了一天 说竟数啊 但是没有规定24小时 那家属听到这些 说部长到底当良 卫生部长的守则 你有没有读过 父亲人生最后一里路 像是医疗器材 这样废弃物丢掉 政府对待我们的方式 给我们一辈子的伤痛 他希望政府可以承认错误 还给王者公平正义 承认错误 别说下了 承认错误 只有别人错 蔡政府不可能错的 蔡政府执政六年 他有哪一次承认错误的 冰藏业在误导 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 我觉得是中央在甩锅 好像我们冰藏业者在误导 他直接怪贼冰藏业者 这件事情其实就很简单 卫福部人直接只要出来说 我们就是规定有疫情的王者 我们尽快处理掉 这样就好了 家属他们基本上 他们会有不舍是不舍 但是基本上都会配合 因为这个是疫情的关系 人家现在不爽 是为什么你第一时间 就甩锅给冰藏业者 那家属会回忆啊 你们到底是有知道吗 你们主管是谁啊 有时候我们去餐厅 你们主管是谁 你们主管叫你的主管出来 结果主管说 没有啊那个 你就是那个啊 服务生的问题啊 会去嘛 就是完全这个国家 都没有一个有担当的人 陈时中他第一时间 就赶快先甩锅 这是重点是在这边 其实他第一时间就说 对就是尽快啊 因为防疫的关系 我希望国人可以 在这个情节上面 可以多配合 这样就没事了嘛 不可以说话 不可以说话也不可以做事 他马上怪别人 你没有本事没关系 你不要怪别人嘛 做事不会 怪别人的速度到蛮快的啊 哈哈